接下來還要提醒大家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下體出血或者是變筋 這也要注意 出血 變筋也要注意 很多病人他可能有痔瘡的問題嘛 那我們每天都愛治療痔瘡的病人 那其實我們每年都會抓到 一個或兩個 以為自己一直都是痔瘡問題 其實來門診一檢查發現 你那個出血的這次 根本不是痔瘡 是痔瘡裡面更深處 有一個大腸癌 然後它藏在裡頭 讓你一直以為 那另外的更有一種可能是 你可能在做痔瘡手術 有看到那個痔瘡的表面 看起來爛爛的一塊 你是痔瘡表面上面 有一些磷狀上皮細胞癌 或者是一些那種 大腸洗肉的那個黏膜增生 就覆蓋在那裡 同時一起出現 所以這些都是需要在門診 做一個釐清跟分辨 所以不是說我有痔瘡 我出血這件事情很OK 我就可以丟著不管它的 那在門診我們會做什麼檢查 其實在門診就滿簡單 第一個是 醫生的黃金手指 肛門直診 這個是非常容易的檢查 那我們通常就是在病人 放鬆之下潤滑之下 然後我們手指頭會進去 在我們肛門四公分 然後一直到直腸的下段一點點 做一個圓弧形的檢查 通常如果有癌症的話 這個時候揪 就可以揪得出來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覺得 你是說摸得出來 還是摸得出來 在有經驗的醫師的手指當中 其實可以 所以它不用非常複雜的檢查 簡單的肛門直診 就可以在門診解決問題 然後如果我們進一步的話 在門診可以做的是 肛門直診完畢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肛門進的檢查 它會比我的手指頭 再長一點 是一個金屬的 像小變形湯匙的東西 我們輕輕地潤滑之後 放進去也是繞一圈 你還是一樣可以看到 稍微再深一點點 低位的直腸癌 跟肛門這個地方 可能潛藏的癌症 這都是在門診 其實不會很不舒服 潤滑之下 衝衝的可以完成 那這樣就可以揪出 下面四公分 加上直腸下面一點點 可能有癌化的機會 那有一些病人 就很天真跟我說 你這樣檢查完 是不是代表我大腸就沒有癌症 不對 因為大腸是一個 摸字型一百五十公分的東西 我們只能夠檢查出 常常會有問題的下面四公分 如果你真的要做深度的檢查 確定大腸沒有問題的話 就要做全大腸進 了解 那變頸是怎麼一回事 洪醫師 就是先生發現的 就是因為我遇到先生 帶了太太來救診 那先生就說他講的原因 我一開始也覺得 是不是他過度的焦慮 因為先生告訴我們說 他覺得最近跟太太刑訪的時候 因為事前總是要有一些 探索的動作 所以他用手指探索的時候 他覺得 他覺得最近的緊實度有變高 裡面的空間有變小 那先生很敏感地發現這件事情 做檢查之後發現 其實是大腸癌 因為他大癌的腫瘤部分 往前壓迫到 到陰道的部分 所以他覺得陰道的部分的空間 確實有變小了 所以先生很敏感地感受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懷疑先生 像很多乳癌 也是先生發現的 對 所以先生覺得 異常要勇敢講出來 不要怕被罵 那太太也要勇敢接受 最了解自己的先生 不要覺得先生只是要找麻煩 其實現在國人 大家對於健康檢查的 接受度很高 大家也都有定期檢查 但項目要檢查什麼 這個就不太清楚 國民健常署有提供叫做 肆癌篩檢 台灣非常多 那這個肆癌篩檢 都是政府補助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 就說要做肆癌篩檢 也不用掛號 而且通通都有補助 子宮頸癌篩檢的部分 三十歲的以上的女性 有一些性行為的部分 就可以有補助 那口腔癌的部分 也是三十歲以上的男性 如果說有一些抽菸的部分 就有補助 那或者是吃檳榔 那糞便前血的檢查 就是五十歲到七十五歲 每兩年就一次 那這部分是為了 大腸癌的一個篩檢 那另外如果說 乳房的X光的攝影 是為了乳癌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四十五到七十歲 每兩年一次 那這都是有補助的項目 子宮頸抹片檢查 跟那個乳房的篩檢的話 其實最好的時間 就是月經結束之後的一個禮拜 就是接近排卵期的那個時候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先說乳房的部分 因為乳房 如果我們經期前的話 乳房會脹痛 不舒服 那個時候去做乳房攝影的話 很痛啦 所以尤其是我們乳房篩檢 為了要可以判別得好的話 都會去壓 那所以 對 所以那個疼痛不舒服的狀況 在經期前會特別明顯 對 那像是子宮頸抹片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精血的話 也會影響它的判斷 對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時間要抓好 就是在經期之後 經期之後兩個禮拜 大概是最好的時間 對 現在還有一個比較新的檢查 就是那個人類乳涂病毒檢查 就是那個HPV檢查 它那個 它很好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可以跟抹片一起做 不用另外再抽時間 或者是做另外的檢查 就是只是跟醫生講說 我要再加做這個檢查就好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個HPV的感染 就是造成 所以我們先做到HPV的檢查的話 就是可以比較早的預測 然後也可以來做預防 對 因為我本人就是 HPV推廣大使 真的 對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 就提醒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沒有關係 會好像跟自己沒關係 其實大概現在在十二歲以後 就會建議所有的人 就是接種HPV的疫苗 對 然後男生 女生都要 不是只有女生說 因為我子宮頸癌的危險 危機 所以你去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它傳染給男生 男生的傳染機率是更高的 而且因為男生又沒症狀 所以他會不知道 男生他可以得到 非常多的疾病 是因為這個HPV的感染 像我們女生是子宮頸癌 男生是陰莖癌 還有其他 還有像口腔癌 都有機會會得到 對 所以就是很推薦大家 就是真的是在 沒有性行為之前 就先做好這個疫苗的話 其實是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對 所以我也有打 我老公也有打 對 我女兒也打 對 時間一到就帶去打 對 大腸方面的話 當然我們五十到七十四歲 國民健康局有提供 我們的國人兩年一次 就是免費的糞便前血檢查 那這糞便前血檢查 它就是你到門診 我們會拿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小小的東西 你把它打開了以後 你那天就大便 你就把它刷一下 然後你就把它放在裡面 交換給美診就可以了 那我要先講 所謂糞便前血 就代表你大便 你看不到有血 你才要做這個檢查 所以不是你有血的時候才去 是你要把它寫成一個預算 你兩年 就是定期到了 你去拿 然後你去做檢查 它可以幫助你發現 沒有看到的潛在的血液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國民健康局 給我們大腸科醫生的使命 就是提醒每一個國人 五十歲以上 可以考慮人生第一次大腸禁檢 那一般因為我們說年齡 有往下降的趨勢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四十幾歲 你有想到大腸癌的可能性 你不妨就可以開始 你的第一次人生的大腸禁檢查 那大腸禁檢查的概念 並不是要你每年每年做的 不是這樣 你腸道理念 從什麼都沒有 到長一個血肉 要長六到八年 然後你從一個血肉 矮變要長兩到三年 所以換言之 它其實是一個很慢的東西 這麼久嗎 就是這麼久 對啊 所以大腸癌是不是都 大腸禁三年照一次 其實就可以了 三年一次就是模範生了 所以換言之 你其實只要就是 比如說你今年做了以後 確定裡面連血肉都沒有 你下次如果很模範 就是三年到五年一次 如果你心比較寬 就是六年左右一次 其實這樣子的檢查就足夠了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考慮了 第一次大腸禁檢查 下次的時序 並沒有那麼麻煩 對 我們在皮膚科 也會鼓勵大家要做一個皮膚的篩檢 那皮膚的篩檢 大家要往往比較不重視 是因為現在大家好像 比較重視美容 但是其實以我們東方人來說 因為皮膚的黑色素細胞 它本身提供SPF四到六的 這樣子的防護 所以其實一些皮膚癌 也比較不容易在我們身上發生 但是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它也是會有發生的時候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有去皮膚科的話 或是說你甚至去做醫美 那現在醫美其實都有很多設備跟儀器 那包括你紫外線的這個照射的分析 還有你這個偏光鏡的這個分析 然後再進一步 現在甚至有顯微放大鏡 它用這個顯微鏡 用這個放大鏡 可是它是顯微的 那個數位的 就可以在影像上面初步的診斷 那我們還有皮膚鏡 皮膚鏡就更能夠分辨 比如說黑色素細胞癌 跟一般的字 這些黑斑的差異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一點 大家很喜歡做眉甲 那做眉甲的時候 躺上去的時候我就不管了 然後我就一做 可能半年我都沒有看過 我指甲床裡面到底什麼顏色 那我自己的習慣 是只要做一次的指甲之後 下一次中間 我一定會控兩個禮拜 因為我把它卸掉以後 我要看清楚 回去我要看清楚 我的甲床上面有沒有黑點 因為甲床 假設皮膚癌裡面最擦最擦 那個黑色素細胞癌 其實常常是在我們的手足的地方 腳趾頭的地方會產生 甚至在甲床的地方 可是這一點 常常在眉甲的過程裡面 你就被忽略了 因為都沒看到 就被蓋起來了 但如果真的是不小心發現了 就是說真的不小心得了癌症 我們有沒有一些 社福的資源 是可以提供給大家的呢 我先說 我覺得台灣其實健保真的很好 所以多數現在癌症的治療 很多其實健保都已經支付了 那健保沒有支付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盤頂一下 自己的一些相關的商業保險 是不是可以使用 所以在費用的部分 大概就靠這兩塊 那可是呢 除了費用之外 其實癌症在治療過程中 還有需要其他的支持 包括心理的營養的 相關衛教資訊的 甚至一些輔據的 這些可以去哪裡呢 比如說現在很多醫院 都成立有癌症資源中心 它就是單一窗口 你就可以去問它 它可以知道 跟你一些相關的衛教資訊 營養的資訊 你甚至有人需要假髮或需要輔具 有些人可能需要暫時的氣墊床 抑制什麼輔具之類的輪椅 它都可以幫你借 就有些租借服務 甚至如果說真的經濟有困難 剛才那兩個都還不夠的 那這個單一的窗口 它可以設法幫你轉接一些資源 讓你獲得一些經濟的補助 那這些醫院裡面 就有了癌症資源中心 可是除了醫院之外 民間也有很多很不錯的 大家可以利用 比如說如果不分癌 別的像這種癌症基金會 就台灣癌症基金會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癌症希望基金會 這兩大基金會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窗口 包括他們會有一些 營養師 你想知道怎麼吃 或者說心理諮詢 他們也會有心理諮商的時間 甚至他們有一些 有提供你怎麼復健運動 因為癌有之後 你要復原起來 體力的恢復很重要 他們相關適合你的運動課程 那除了這種綜合性的資源 現在還有一些病友相關的 因為有時候綜合性 你也不知道說他到底了不了解我 所以有一些是單一癌種 比如說肺癌 有些肺腸瘦 他就是一個臉書的社團 可是他有非常多人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他學長姐 他們怎麼樣度過 他可能吃藥的時候 一些副作用很困難 他們是怎麼樣度過的 或如果這個副作用 他們都有在自己的撇步 怎麼樣如果吐得很嚴重 拉得很嚴重 可以怎麼做 這些所謂的癌友的社團還不錯 所以肺腸瘦 或像乳癌 有自己的乳癌的病友協會 這些都可以尋求幫助 我覺得就是從資源 從錢 從心理 從我們的營養 可以各方面的 整合在一起之後 就算得了癌症 也有機會就是跟他 和平共存並且戰勝他 好 最後中醫師 再幫我們提醒一下 大家都很怕大腸癌 但是其實大腸癌 其實九成以上可以被治癒 那我們如果平常發現的時候 是二期以上的話 就是二期以內的話 大概治癒率有到八成 就算三期也有六成五 對 所以其實並不是一個不治之症 在現代醫學的加持之下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被診斷出了 大腸癌或相關的癌症 現代醫學真的可以幫忙 不要逃避 我們好好面對 那放鬆心情 醫院有很多個管師 癌症關懷師 他們可以提供很多資源 甚至很多我們剛剛說 疾病的學長姐已經治癒的 他們也可以提供很好的支持 所以大家都會幫助我們的病友 請大家能夠勇敢面對 沒錯 所以在平常 我們真的要非常的關心 我們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遇到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的民間團體 都可以給予各方的資源 因為真的遇到的時候 其實心裡真的會非常的害怕 很慌亂 而且不光是病友本身害怕 其實家人的心理 也很需要被照顧 所以大家都可以善用 這些醫療資源 對 我覺得我們因為自己沒有遇到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你在經歷的 這是多麼辛苦 痛苦的 很艱難的時刻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真的要定期的 做健康檢查 對 因為你及早發現 就可以及早治療 沒錯 也祝福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 好嗎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